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现在距离20大也是越来越近了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 但是这种信息获取 我们也不能够从新闻联播 从什么人民日报 在这些官方主流媒体全部都是歌功颂德 根本就看不到有价值的信息 在这里我的经验就是从微观看宏观 从小事看大事 你不要看那些在中南海庙堂之上的那些人 他们一天到晚说了什么 视察了什么地方 这些都是客观的 主要的就是看那些地方政府的人事调动 就能够给我们释放出一些信号 现在口口声声说习江斗习李斗 这就是一个习派跟江派跟团派的斗争 实际上除了团派跟江派不服习近平的人多了 包括王岐山派系以及一些地方军头 还有一些老人员 还有一些太夫党红二代三代 很多都是不服习近平的 咱们今天看这么一个信息 是王岐山旧部原招商银行田慧宇 涉嫌以权谋私被双开 这么一个信息 在这里对于他的描述的很有意思 要说田慧宇他在招商银行期间 他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在这边你稍微看一看 他对于招商银行也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 截止到2021年底 该行总资产突破9万亿大关 较上年末增长10% 实现营业收入3000亿元 实现净利润1000多亿元 你不管他这个钱是通过房地产放贷 还是通过一些理财产品 其他的途径去坑害投资者 从一个企业运营角度来说 田慧宇带领的招商银行 他是盈利的 他是一家盈利的银行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 给田慧宇扣的帽子是哪些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 违规接受宴请旅游 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 违规接受礼品 不按照规定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 毫无技法底线 你说点具体的事好吧 他也没说 长期以市场化运作为幌子 以投资理财为名 以钱生钱 大搞权利与资本勾结 靠金融吃金融 以权谋私 损功肥私 滥权敛贪 贪婪无度 生活腐败 道德败坏 把他说的呀 哎呀 真的是在尊严上打倒 在名誉上搞臭啊 当初看电影 看小说陆顶记啊 康熙抄了傲拜的家 也是给扣了一大堆的罪名啊 这里说他以权谋私 损功肥私 这个私道是多少呢 贪污了多少钱呢 我还想去查田慧宇 他到底贪污收回多少钱 在这里呢也没有给出一个实际的数字 说他贪婪无度 生活腐败 道德败坏 那么他到底有几个情人 养了几个私生子 然后往海外赚了多少钱 在海外有没有房产呢 这里也没有说出来 就光说田慧宇被双开 当然了随着调查的深入 肯定后续还会爆出来 他贪污多少钱呢 他有多少个情人呢 嫖过几次仓啊 慢慢可能都会给爆出来 关键就是看这个性质 看你是否配合 看你是否跟我作对 这现在就是典型的权力斗争嘛 要说什么 以权谋私 贪污受贿 什么包涨的嫖伤 谁不搞那一套 谁不玩那一套 怎么就天天田慧宇就倒霉了呢 我们还看了看刚才他在招商银行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这一段啊 田慧宇呢 他这个成绩还是有的 那么你再对比一下 看一看现在其他的银行 现在银行倒闭的风潮 在全国已经是刮起一股风了 前几个月大家没少看那种 银行卡被动卡 钱取不出来了 然后地方银行跑路了 河南银行跑路了 辽宁银行跑路了 南京什么什么银行又跑路了之类的 这还是一些地方支行的不知名的小银行 还有一些大银行 什么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很多地方支行也都关门了 关门歇业了 这算不算是倒闭呢 你要说中国银行倒闭了 你要说建设银行倒闭了 可能这句话不严谨 但是你要加上建设银行某某支行 关门了 这就说的通了 那么现在中国全国上下有上千家银行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也没有听说副大行的某领导被双开了 也没有听说副大行的领导 各种各样的丑闻了 媒体也不报 媒体他报什么 我们信什么 今天媒体报出来一个 田慧宇他被双开 那么田慧宇他是什么身份呢 他又是属于王岐山的旧部 咱们现在看看习近平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八个字来形容吧 一个是四面楚歌 就是说在中国政治高等这一块 习派呢 虽然说他经过这些年的运作 他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他掌握了军权 控制了部分军头 但是抛开习这一派 你再看看其他的派系 江派恨习近平肯定是恨的 要牙切齿 恨的是恨着入骨 今年2022年 如果说要在历史上写一个大事迹的话 上海封城肯定是要算一个 上海封城封了几个月 对于上海那是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 经济倒退十年不敢说 倒退三年肯定有 有多少人的店干不下去 有多少人失业 有多少企业倒闭 有多少人病死 跳楼死 上吊死 饿死 这是在上海搞的 为什么不在北京搞 为什么不在广州搞 为什么不在其他的城市搞呢 上海它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什么呀 这是属于江派的大本营 而且在2022年属于这么一个二十大 召开的这么一个年份 肯定要学习上海帮啊 上海帮在2022年遭遇了三次学习啊 第一次就是上海封城 先把上海的经济打回去 倒退个几年来说 也是开启了动态清零啊 这个封城的一个大规模封城的一个先河 2022年就从上海开始 上海封城是今年第一次学习上海 第二次学习上海是什么呀 那就是上海的公务员大幅度降薪 这个呢也不是新闻了 这个你往前追的话 这都好几个月了啊 因为疫情的影响啊 上海的公务员大幅度降薪啊 那真的是大幅度 这么弄就降幅三分之一 甚至说还有对败砍呢 也就是因为第一波上海的封城 然后给第二波学习上海啊 减薪也是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当然了除了上海 全国现在也是一个大范围的减薪 包括胡锡进啊 都有点鸣不平了 这个减薪不能够减得太过火了呀 其实这个减薪你得怎么看呀 肯定是对我马首适章的那些官员 你们可以不用减薪 你们因为要去承担什么样的更重要的工作啊 你们这个薪水就可以不用减 这个一句话的事情嘛 但是某些地方政府可能就必须要减薪了 可以拿着画面册点名嘛 只要是还有江派的势力活动的地方 我公务员都给你减薪 这是属于第二波血洗 那么第三波血洗是什么呀 那就是原上海帮的一些什么孙力军啊 傅政华呀 被抓了 被判死缓 不是说党内不开杀戒的吗 应该这么说吧 像孙力军像傅政华呀 他还不算是党内 只能算是那些赵家人的马仔 你看薄熙来 在监狱里边身体背棒吃完完香啊 这叫党内不开杀戒 这是薄一波的儿子啊 这是正儿八经的红二代 这就不开杀戒 但是对于像孙力军 像傅政华这种打手级别的 像王力军级别的 这样子就可以把他给杀掉啊 但是呢 现在是一个死缓啊 就是说事情还有缓和的余地 看看这些被抓的人 还能够有多少剩余价值 利用价值 所以说那些上海的官员 那些被降薪的公务员 还有那些原江派的势力啊 现在也是过的心情胆战 已经是被降薪了 保不齐哪一天他被抓了 你是孙力军的党羽 你是傅政华的党羽 你怕不怕 给你扣这么一个帽子 你能不能顶得住 这是上海帮 那么对于团派的 像李克强望洋这一派 难道他们就对习近平满意吗 刚刚讲了一个公务员降薪 公务员的工资归谁管呀 那是归国务院管 还有包括地方银行倒闭 咱们刚才也说了 地方银行银行系统归谁管呀 这也是归国务院管 国务院现在是李克强汪洋这一派 团派嘛 他们在这一块 现在硬要搞公务员降薪 而且对于地方银行也不救 这到底是习近平他在施加压力 还是团派自己在搞事情 做给习近平看呢 把这个脏水都泼到习近平身上 这样搞的话 大家也有怨言呢 哎呀银行倒闭了 公务员降薪了 大家肯定都怨声载到怨谁呀 都怨习近平的 不管是习近平施加压力 还是团派自己去搞的 这团派肯定对习近平 也是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说呀 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角度来看呀 那些不同的派系 对于习近平呀 那都是不满的 那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处境啊 那就是四面楚歌 那么再用四个字去描述一下 习近平此时此刻的心情呢 是什么 那就是破釜沉舟 那必须得这么去玩下去了 剧本已经是写到这里了 电视剧已经演了这么多集了 马上就要大结局了 或者说马上第一季就要结束了 是吧 得拼到最后啊 作为一个大反派 那只能够破釜沉舟了呀 只能用撒开榜子给他们干了呀 是吧 我就要连任了 因为现在也没有传出来任何接班人的信息啊 按理说隔代指定接班人啊 前个两三年就会持续的造势吹风 但是习近平的接班人有谁看到了 没人看到吧 也没有隔代指定接班人 那么对于习来说呢 就只能够破釜沉舟 我就破坏了破摔了 我这个动态清零 我就要继续搞下去 我现在我没有连任 我在全国我到处去搞封城 我到处去搞事情 可能等到我连任之后 我封的比现在还厉害 当初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 谁能想到一个文革一个搞十年 没想到吧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期待 说二十大过了之后就放开了就好了 也未必 一个是权力 一个是民生 老百姓关心的是民生 是自己的饭碗 是自己的工资 是自己的生意 但是当权者他们关心的是权力 权力最重要啊 哪怕说牺牲中国的经济金融制造业 也要维护好自己的权力 所以说等到二十大之后 有可能会变本加厉比现在封的更厉害 从常识上来说 事情并不复杂 只要高层官方一放开 不封城了 全部都自由了 你们爱干嘛干嘛吧 马上地方经济 无论是金融业制造业股票还是民生领域娱乐领域还是干嘛的 马上就会出现一片繁荣 只要你政府不管的地方肯定会出现繁荣 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呢 我权力最重要啊 我权力我要斗来斗去呀 我得要抓住我的权把子呀 哪怕说要牺牲这些啊 制造业了 金融 民生 我也要把权力抓到手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在二十大之后啊 这个中国呀 肯定是从上到下会迎来一阵兴风鞋鱼啊 即使这个刀砍不到你身上 但是这种带着血腥味的风 你肯定会闻到的啊 谁不害怕呀 二十大快到了 咱们继续追剧啊 那就先说这么多 下面一个广播电报群的连接 点击进入就永不失联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